接下来为您播出夜线 欢迎收看本期夜线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月 从昨天的节目开始 我们在讲一个骗子的事情 这家伙冒充军人警察 骗财骗色 他骗了11个人 是目前核实到的人数 其中6个男人 5个女人 他骗光了这些女人的钱 他骗了其中3个女人 为他生了孩子 即使为他生了孩子 他会对女人说 因为你是未婚先孕 所以我得交纳罚款 你还得再给我一笔钱 然后扭头会把孩子卖掉 再得一笔钱 就这么一个丧心病狂的骗子 他骑猫不扬 文化水平不高 他骗那些女人的说辞 几乎是胡言论语 而他怎么就会屡屡得手 最终又是如何落入法网的呢 我们接着看 38岁的李某 虽然已婚有孩子 但两年中 他在与刘斌的交往中 被骗走25万 甚至不惜让哥哥去借高利贷给刘斌 而当他凑不到钱来还高利贷时 哥哥气得差点失去理智 我借不到钱 然后我哥就骂我 他说了 那么多人都不会上当受骗 然后年前我怎么劝你 就不要上当受骗 不要上当受骗 你就说了 你就说相信相信 你说你现在把我害成这样 怎么办吧 我说了哥如果说了 不是因为欠你的钱 我现在我可能都已经不复了 他说你就应该死了 我当时挂了电话 我就想那我还不如死了 紧接着的一个电话 才避免他做出冲动的行为 我哥可能感觉我这个话 他这个话说的重了 我可能会承担不了 他又打电话给我 他说了 我当时真是生气 想你一下 你不要在意 我们还年轻 这个钱可以慢慢赚回来 但是无影就有一次 我们家又没有其他人 就只有我们两个 我不想因为这个十七万块钱 八万块也没了 朋友眼中喜欢穿白裙子 心地单纯的李某 是怎么上了刘斌的功 又一步一步的坠入深渊的呢 一年前 他们相识与一个朋友的聚会 相互留下了QQ号码 然后聊几天来 就是说他有个弟弟去世 然后怎么怎么不好 就是把他那些 比较优美的文章写出来 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跟人聊天的话 我要先看这个人 有没有内涵 或者说有没有文采 当时他这个文章写的 就是说的确是 我不知道是他写的 还是别人写的 都是白身写的 很有文采嘛 我就感觉 这个人还 就是说还能聊几句 很快 他们的聊天内容 超出了普通朋友的范畴 有的时候不想聊了 他还在聊一聊 然后有的时候 过几天他就会说 哎 我想你了 我当时就是说 我这个人 我感觉怎么那么好玩 我妈了 有的时候我就会开玩笑 我说了 哦 那你是不是有病了 我起流感蛮严重的 你去测一下体温吧 然后就这样了 后来陆陆续续 刚开始的时候 我真的是也没在意过他 因为我感觉 我这人是思想 还是比较保守的 我这人 就结婚就我老公一个人 所以说 不管我们中间吵架 或者是干什么 我都是从来没有 对其他的人在意过 但是他总是这样 聊天聊天聊天 好像有的时候 你如果说你一个人 好像被整天 被那些东西轰炸 残绕 你就可能说了 这个注意力 就会吸引到那里去吗 他说的是 他结婚了嘛 那因为他长年 才不觉他老婆在家嘛 就是乱搞男女关系嘛 然后他老婆就 就是说跟网友私奔了 就是住在家 把小孩住在家 住了几年才回来的 他回来之后 去年他们就 就离婚了 而关于对方的身份 在交流的过程中 刘斌说自己是警察 穿着那个特警服 而且腰里有手枪 他那个车里面有警棒 有对讲机 还有手铐 这些东西 包括他车里面 还有红外线布控 但奇怪的是 李小姐并没有亲眼见过 他去派出所上班 那么刘斌 又是怎么让他 完全相信自己的话的呢 有一次深圳那个说 各个机场接到那个什么炸弹嘛 说有炸弹 飞机上有炸弹 当时我们因为不知道这个消息嘛 他就有一次他请我吃饭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们今天晚上要去执行一个任务 我说什么任务 他就说了 有炸弹 他们的谎报 飞机上有炸弹 他们要去搞那个案件 就是抓人嘛 当时我就这事听听没在意 结果隔了一天 就是第三天嘛 他说了第二天 第三天的时候 我就在深圳新闻嘛 就看到说 那个几个炸弹 案的那个 案犯被抓到了 然后我想呢 那应该是 他这个身份应该是真的 让他去抓的人 不会提前得到这个消息哦 当李某开始完全信任刘斌后 他们的关系很快加深了 他好像记得我生日 他就从那边回来了 半夜回来 跑回来 他说的是半夜嘛 然后就说 是特地为我生日赶回来了 马不停 起码中间就是有多么辛苦 站了多少个小时站回来了嘛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 还要赶回去嘛 其实他是有点感动了 感动之后 李某很快面对麻烦了 刘斌说 因为要赶回来 给他过生日 他受到了部队的处分 就是因为那一次 我过生日 他请假回来 中间说有人举报他了 说他违继 严重违继嘛 说是他拿到那个两张支票 两张支票说的是 检察院的给他冻结了嘛 检察院冻结 所以说他的工作 就是说 暂时没有工资发放嘛 三千块钱的生活补助 给他取消了 取消了就没钱了嘛 说家里还要养小孩 老人家还怎么嘛 然后就说 他刷了信用卡 刷了信用卡 还钱 没钱了 就叫我帮他还 帮他还钱 然后帮他还了 一千块钱的信用卡 他说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给你写个借条 当时我想想一千多块钱 我说算了 一千多块钱 你如果你给我了 如果你给我了 那就给我了 我说如果不给我的话 一千多块钱 看清一个人的面目 那也无所谓 我说不用要了 这个借条我没拿嘛 然而李某没有想到 这一千块钱 仅仅是个开始 接下来 他将面临着 不可抗拒的深渊 很快 刘斌又有了 新的要钱的理由 发信息 没发了几条 他说好了 给我发信息 被那个什么 纠查 就是看管他的人 发现了 把手机摔了 说他也违气了 怎么怎么 就说 说前面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把那个东西搞好了 现在又违气了 又要花钱去搞 你要花三万 多少钱啊 刘斌说 他银行有四百万的存款 现在只是被冻结了 说了他银行 解冻通知单 都给他撕了 我儿子生病了 我说了 我要用钱 我不可能说 我说了 我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不管 但是我儿子不可能不管 我说了 我儿子生病了 我要要钱 然后他就说 今天说 解冻通知单 就是等他回去 就来去银行办 一直这样说 我等到年前 我等等等等 我怎么等都等不回来 这个钱 然后当时 王兴想 这钱我不要了 我今后再也不要 跟这个人联系了 然而 没过多久 刘斌的一番甜言蜜语 又让李某心软了 他说 他深爱着李某 并且想跟他结婚 我学历蛮高的 他就是说 想让我去说 照顾小孩都说 他就说 因为我那时候 我妹也准备家庭 可能 他就说 把我的身份证 飞银件拿走 和照片拿走 他说要申请就问 我说 当时我对他说 这个东西不可能的 我说因为我有家庭 我不可能去犯犯犯罪 他说 这个东西不会的 他说了 给你拿去之日申请 拿到申请到审批 他说了 还今年申请到明年审批 最起码有十个月的时间 十个月的时间 什么事情都可以搞定的 他说了 我说了 还有一条 我说了 就是说我们两个 也没了解那么多 万一有一天 我感觉你不合适 或者你感觉我不合适 他说我就不好意思 你不喜欢我 你感觉我不合适 这个东西就当作备 我就当读书了 这番话让李某放心了 然而 他完全没有想到 这是一个更大的陷阱 年前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说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 军婚审批 一下子就提前了 他说了 就发到你们地方去 地方回复的文件是 你已婚 说他是严重违反军人 什么条例嘛 就说了 能去作假 跟已婚的 那个来申请 就说了 要处理它 要严重处理它 严重处理它 当时说 要要花钱 我说我没钱了 然后他就发了事 说了软的 又说硬的 说了硬的 又说软的 你看我为了你 就是说把自己的前程 要毁了 自毁前程 就是因为我 他犯了很多错 导致他这些结果 就是说 你就是说 他说了 哪怕你求求人 就是借一借 你帮我 把这个难关过去 他开始说了 我这样说了 保住我这个职位 保住我这个职位 把我的钱拿回来 我还你 然后我们两个 什么互不相干都可以 他当时说了 15万块钱 我说了 你打死我也没有那么多 然后他出来说 他们就是说 警卑策定部那边的办公室 帮他凑了2万 叫我给他凑够13万 我说没有 然后我哥好不容易 找人拿了高利息 给他借了7万块 我哥 当时我哥的同学说 这是一个骗局 我就直接说 我说 我哥的同学说 这是一个假军人诈骗案 他说 假军人诈骗案 他说 我那么多证件 什么给你 你没看过 手掐手铐 什么你没看过 说 再说了 他说了 骗子 再怎么骗 他骗你有的钱 他可能说 你有钱 他骗骗你 他不可能说 骗你去借钱 他不可能骗你去借高利 但是他给我高利贷 哪怕是说 拿回来一万 还人家两万的利息 他都愿意承担 所以说了 就是 这样我哥给他 又借了7万块钱 大年29 就这样 李某借高利贷 把钱给了刘斌 然而 等待他的是什么呢 过年之后 他还一直不回来 然后我当时就说 忘了我哥的钱 这个怎么是要人命的钱 我说了 你一定要给 然后他就说 今天回来 明天回来 有一天就给我 发了一个邮件 说骂我 说我 你天天 我欠你钱的形式来 背着了 我回去跟你联系 从此之后 我不会跟你联系了 我回来了 就给你钱 我除了钱 我什么都不欠你了 我为你付出了 那么多的代价 我为你付出了 那么多 你现在是这样的 然后就骂我 骂得很难听的 说除了钱 我什么都不欠你了 我哥借了11万 11万是我哥借了 然后我哥还给了 我5万多块钱 说关我哥这里 就有16万多块钱 我要还了 而且这笔钱 没人知道的 我自己要全部 全部自己 已经承担下来 像我这么善良的人 心里很为地别人着想 我估计以后我不会了 以前的话 我走到大街上 看见老年的乞丐 或者是小孩 我都会 不管是他真的 真的还是假的 我都会给他一点钱 因为我感觉 我看到他的贪气 看到他的难处 但是现在 谁走到我面前 我感觉 我都要考虑考虑 不管是你真的有困难 还是真的 我都要考虑考虑的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 骗了还是真的 我感觉 这样的话 善良的人 真的是会越来越少 在警方的努力下 先后 有多人来报案 他们都是被刘斌 骗走了钱财的 女儿的付口 又要钱 买车 又要钱 工作 又要钱 又要钱 什么东西都要钱 又交付又要钱 我的天啊 这个是我当初的 借了五公块钱 这个是我大哥 借了两万块 这是我爸爸的 我爸爸给了三万块 曾某不仅被骗走了五十万 还与刘斌生了一个孩子 在确认刘斌具有巨大诈骗嫌疑后 警方决定对刘斌实施抓捕 他们让被骗二十八万 要跳楼的受害人龙小姐 把刘斌约出来 我哥就跟我说 他说你先要套住他 他说他可能 以后你这点线就断了 他应该不会再联系你了 因为你身上上搭搭了 你没有那口油水了 他不可能再联系你了 然后他就说 你就先跟他说 不管是结婚的钱 还是贷款的钱 还是信用卡的钱 还是他信用卡的钱 他欠的钱 所有的钱将你付出 然后我就说 我也送了个 比较好一点的手机给我 我现在身上也有手机用 然后我说你要的话 我就带过去给你 然后我说 我还给你买了很多东西 过年帮你买了衣服 什么什么之类的 七七八八的 他就给我邮件 他说他现在回来了 他说如果 我星期天方便的话 他说你可以在网上给我邮件 他说邮件里 他说只能回 只能回几个字 就是说有时间 就只能回这三个字 我就抓住这个机会 因为这是唯一的一次机会 然后我就把所有东西写完 然后发出去给他 我说我不管你来不来 我就在保护会 扛门口等你 我说我就等到死 我也会在那里等你 第二天早送的时候 辞一点多钟的样子 他就给我了邮件 然后我就 当时我就报警了 我就说这个 有枪 真枪 真枪 铁的 然后我就说 这个人有枪 然后我说 很危险 过了两分钟 把手机给我电话了 他说你在哪里 我说再去的路上 他说如果再去的路上 他说你快一点 他说 他说那你就赶紧过来 哎呀这些女的 你要是不懂呢 你就问问人 你要实在没人可问呢 你就问问电脑 你随便上一个百度 你一打 军婚的手续怎么办 就有一个答案 一定跟那男的说的完全不一样 你怎么不调查一下 你就信他吧 那么多钱都给了他呢 糊涂啊糊涂 我觉得这些受害人 有一个共同的质点 事先根本对社会生活 缺乏了解 第二在遇上了 这样的骗子之后呢 又是很容易 亲信骗子的语言 最后呢发现情况不太好 又不敢报警 所以最后就受骗上当了 我觉得这骗子 知道自己做的事 丧尽天良 光就从他自己嘴里 说出来的 你看他自己出门 被车撞死过 他妈妈死过 他弟弟死过 他老婆还私奔过 你说跟这种人一家子 还真是倒透了没呀 这骗子 他怎么还有武器呀 他还有枪 他还有警棍 他还有手铐 他有各种各样的证件 这司令部那司令部的 哪来的呀 尤其是这武器的来源 可得好好查查 这样的骗子 实在是太气人了 我在想 我为什么不能遇上 这么一个骗子 如果遇上了 二话不说 立刻扭送 派出所 军人警察的工作 有严格的纪律 顺嘴就能说出机密 那人他能是真事吗 别这么幼稚 行不行啊 关于这事啊 七嘴八舌的议论还多着呢 我们得到的消息 是这个事情里有签 所以我们当时呢 就手里面也拿了签 有朋友打电话过来了 他说 你为什么还没去开房 他说 你在弄什么 怎么要这么久 我说 我刚刚才吃饭 我说 我好饿啊 要好累啊 然后他就说 他说你 他说那你快一点啊 快一点 马上去开房啊 他说我房间就到了 如果他跳逃跑 可能后来他跑不掉 这边就满了 我们就 到师傅在这间房 我们在这间房 他后来开门的时候 最好在开门的时候 我们打开门 试试抓 我们房间里面 也安排了两个人 外面楼道 也安排了一友人 因为之前 我们已经看过 想象人的这个照片了 冷静人一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空 就可以确定是他 不到五分钟 刘平就过来 起床门了 我问了很多遍 我说你是谁 我说你是谁 然后他一直没有看声 我说你到底是谁 他还是没有看声 我说你说不说你是谁 还是没有看声 然后但是 警察就叫我开门好了 他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开门他就进来 警察 别动 警察别动 警察别动 别动 但是抓他的时候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他一点惊恶 一点害怕 一点什么都没有 他反正就感觉 好像很正常 很平静 好像 好像根本就跟他没关系一样的 我们也是比较诧异的 因为刘平这个人 个子不高 长得也是情报不扬 看上去文化程度 也是不是很高 这样的话 因为事后我们了解到 也是初中文化 就是在街上 可能说就是农民工 这个感觉就应该就是 一个普通的打工的 紧接着 警察在刘平居住的房子里 进行了搜查 而搜查的结果 让大家十分震惊 搜索那些东西 把了整整一个床上床板 假印上二十多个 各种政府文件有几十份 人家执照有十几张 还有那个监章 部队的监章 还有我们这个警察的监章 军官证 警察证等等 印章有的是人民市政府的 法院的 都是人民法院的 还有甚至 还有我们自己派所的工章 那么二十几枚工章 以前也见过冒冲警察的 当时人家仅仅是 就是说就是冒充一个警察 只有一个证件 当时没见过这么多的 可能也觉得很奇怪 说这个人到底是床来头 能有这么多东西 你现在要问了 我都老实知道的 我现在 我今天把所有的事 我都交代出来 我就是想 给我自己一个解脱 也给大家一个解脱 我也在背败很多年了 我也说真的 他们也伤心了 我也累了 我也想解脱了 我就是把我扶起 要把我抢必要 我真的愿命了 我真的愿命了 手铐是从哪里弄的 我在网上买的 网上买的 网上有买这个的吗 有啊 什么网啊 什么网啊 他帮我 那你有手枪吗 我没手枪 火机 拉火机 他就说了 同事都看到了 他们的同事 我都对了 他们都看过 我还问他要不要 我才你拉回去 给小孩子 为了找到更多的证据 警方从深圳赶到湖南 雷阳刘斌的老家 在那里 他们见到了他的父亲 你跟师傅做这条书 你查 师傅做这条书 我们想问一下 就是刘斌 他在哪个市面 或者是在湖南京内 没有买房子 没有 没有 是没有 还是你会清楚 没有 刘斌在老家 曾与一人组织家庭 并有三个孩子 他们在同一天 不办了结婚证 又办了离婚手续 在看守所里 刘斌接受采访时 这样讲述 他为什么会冒充军人和警察 如果说我开始说 去用军杖 这种东西 或者去传出这种 我完全是因为 那一年我家里 被一个也是帮帮兵的 把我家里的年轻性 打了四次 因为我家里 是一个不是哪个本地的 原始的不是哪个本地 是一个 就是爷爷手上 做生意 还是移民 我们就不懂 不懂 移到西县以后的地方 我们可能说 算是一个穷 又是穷主 不是跟他们同一个姓 可能在这个上面 我可能有一代就是什么 就是跟家人 跟家里的 家人在当地 是留一个 也是当地一样的 家里的人 不会再去欺负家里 就完全是 抱着这个心态 而关于为什么 要去骗女性 她是这样说的 如果我今天走的这一步 如果不是为了那一件事 和爱一个和美 我自己的前妻 因为在感情上面 不过我自己的一个女朋友 伤害过我那么严重的话 我不可能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那些东西因为是女朋友的 是过去的东西 我不愿意去说 因为再说出来的话 也是一种痛 反正我父亲的东西 我今天 我这段时间来到牢房 也有到今天 就有一个月零四天了 我也想了很多很多 我想起我自己 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今天会走的 今天这一步 到底是什么原因 有引起 我也想 这不绝 有自己的家里被欺负的 那一种心态在里面 也有自己的一种 舒逃性在里面 当然也有 可能这样说 也有 亨别我不法去把握 自己的分音 这点上面 可能会对我的心 也会造成一种 不得流血的心态 也有亦是在里面 因为我就是这么 找一个 找一个 这样找一个 不觉得不行 因为他还好 因为有的跟我的前期 是重复的 走一条 同一条路 还有的 就跟后面的 跟我的女朋友 也走的是同一条路 我总觉得这样的分音 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我就 的确我就 有卷移的方式 如果我不是 军人和警察 你们面对不可能 会嫉妨我的 里面所冲击量的 就是因为 我那种身份而已 不是说因为我 或者说 我有没有钱 也不是因为 我的长长 我也不 长得 也不赔 我也不赔 我对我自己挺现实的 在看守所里的刘斌 将面临着诈骗 重婚 伪造公文等 多项罪名的指控 特悔也好 累积也好 都无疾于事 因为事件就发生了 我只希望 在这些 所有的伤害的人 都希望他们 在整个的人生路上 能够更好的 学会来保护自己 有小孩的 女孩 大小孩 如果等我有一天 有机会出来的话 我一定会承担 我最近应该承担了 所以但是不用你去 管我 我自己回来的时候 我今天会去找你的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我们今天继续在聊 一个伪装成军警的骗子的事情 到场嘉宾 媒体评论人 黄飞学博士 情感问题专家 毕金仪女士 欢迎两位 现在查实的是 他骗过11个人 但是其实警察怀疑 可能上过他当的 不止11个人 因此如果有人看过节目 发现 发现你也上过他的当 请向深圳 龙岗分局 公安局龙岗分局 保港派出所报案 这个人是这么解释 他为什么去当骗子的 因为第一 我们家在老家 是外来小姓 被那些本地大姓的人欺负 而欺负我们的那家人 有当兵的 所以我只好去骗别人 说我是当兵的 我的一个前女友伤害过我 所以我只好去骗那些 其他的女人 另外就是最近我们持续报道过几次 就这一类骗女人的男人 很奇怪的是 他们有一共同点 这几位个子都特别矮 就是我个人对个子高矮 没有任何成见 我觉得这无所谓 但是他们确实都有这个共性 就是都个子很矮 普遍比如一米五几 这位刘斌也是一米五几 然后这也成为他们的一个理由 他们以前那个片子 也这么说过 就是我个矮 我家不够有钱 所以我不会真正的得到一个好的感情 好的家庭 所以我只好去骗 就是他的这些理由听上去 他很无奈很不幸 我不知道 毕老师您能接受 这是导致他今天做这些事的原因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你能感觉到 他整个的这些犯罪的过程 应该是有无奈在里面 但是我们一点都没有看到 他有无奈和后悔 对吗 我觉得他其实根本就是一个丧心病狂 根本就是一个 就是骨子里面是很邪恶的 你看他这个犯罪 他其实是有特征的 首先 情感犯罪 有针对性的 都是一些枕边人 骗起来毫不 没有任何的怜悯 我觉得 如果你要说 他是曾经被人玩弄过感情的 那我们就举一个 就是我相信给大家留下很深刻印象 就是昨天的那个节目里面 那位董小姐 跟他条件相差很悬殊 按道理说 如果人家不是真心真意跟你过日子 人家替你生一孩子干什么 而且要一直把这孩子养下去 是为什么 那好了 你有机会可以过好日子吧 你有机会有人珍惜你 但是他是怎么对待人的 对啊 对啊 如果说不过去 他这个根本就是一败无言 对今天的这个女性 还是有夫之妇 如果说还有一点点瑕疵的话 昨天的龙小姐和董小姐完全无辜 人正经八百在那搞对象 然后身材高挑 相貌交好 人家不涂财 不涂色 认认真真的跟你谈恋爱 给你生孩子 然后你有困难人给你钱 人家没伤害他呀 而且我觉得他还有一个特别丧心病狂的地方 就真是胆大包天 他犯罪的这些人 因为都是窝边草嘛 所以他又没有特别刻意的隐瞒他的这个踪迹 所以在那个龙小姐的哥哥稍微一调查 他马上就把他那个底给摸通了 然后呢 你看他在被抓的时候 他也没有慌张 那个龙小姐在叙述他的说说了吧 完全没有慌张 就好像一直都在等着这么一天 他自己也说要解脱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 真的是有够邪恶 而且他还有一特点 他会倒打一耙 他会把你的担心说出来 然后把你给噎回去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骗子 对 怎样怎样 弄得你倒没法觉得他是骗子了 然后他好像还很坦荡 他是还有一个典型的 就是他因为是针对情感的犯罪 他挑战你的那个那个情感极限 他会比如他诅咒他自己 他诅咒他家人 这一般人是不能接受了 昨天就说到这一点 他那女的为 有一个女的为什么就让他给骗了 就是因为他会跟那女的说 如果我骗你 让我出门让他撞死 我全家我爹妈 我家人全都死光光 就是女的就信了他了 因为大家都觉得 没有一个人能那么狠咒死自己爹妈 但是这家伙他就能 黄老师怎么看 就是我觉得 这个刘斌最可恶的一点是什么 他目前的认罪态度并不好 他对这个自己的所有的犯罪行为 全部归绝于一种非常轻的这种原因 但是他对他各种各的理由 使得我这样做 而且其实他现在很想解释成 跟这些女人的关系是男女之间情感纠纷 他的这个手段之毒辣 就是根本不及后果的这个程度 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够得上 有一些在当街砍人的那种丧心病狂之徒了 已经相差不远了 因为他需要治别人于死地 他明知别人已经很穷 甚至叫别人去借高利贷 这个是要取人性命的 这是非常非常恶毒的 所以他内心当中是有恶魔的 但是就这么一个人到现在为止 还在那边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拓 所以认罪态度极不好 还有一点是在于什么 这么一个大骗子 那么多年来是只进不出的 他到目前为止 我们掌握他的情况 是骗了150万 所有的银行里的钱 全部以现金的方式提走 到哪去都不知道 所以非常可疑他隐匿财产 非常可疑 所以我觉得警方还要积极追查费章 所以这个不是坏的一点点 到目前为止 态度都是不对的 你如果有悔改之意 积极退陪 那我们另当别论 到目前为止 只字不提 说了各种各样的 轻票的话 所以这样的诈骗犯 是恶中之恶 必须验诚 而且感觉上 他就是那种 你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就是什么 他母亲 你看我子行 他都不在乎那种 你看他没有打那些女人 没有杀那些女人 我觉得他基本上 比杀了那些女人还狠 孩子关键 他让那些人欠了高利贷 后半辈子还不清 他让那些女人 得了重度抑郁症 被他给挤的的 然后把人家生下来的 孩子卖掉 然后再让那些女的 因为你未婚先孕 所以你得付给我罚款 这人简直是很透了 而我也怀疑他的财产 现在警方查又查不到 所有的卡是空的 提空了 你不知道他把钱 给弄到哪去了 去他老家查 他爹妈说没有给我们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给他们 但是现在你追不到 这些被害人拿不回来 一点那个损失的赔偿 真的是很不幸 所以一个人糟糕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 当然我们现在在这说 他年迈的父母怎样 似乎是不恰当的 但是我认为 如果一个人 没有一点是非 没有一点怜悯心 他不是偶然长成 今天这个样子的 父母有没有责任 这个孩子从小告诉过 他什么对什么不对 谎话不能说 有没有教育过 肯定有问题 一定有想 难辞其咎 我认为是这样 另外呢 这几个女的 各种各样的倒霉 她说的各种各样的谎话 都是不挨着的谎话 她昨天跟人家一个女的说 那个咱俩谈恋爱 要结婚 不能在地方结 必须得去部队结 部队要结婚 就得花钱活动 登记结婚 得花钱活动 那女的说 我没有20万 那要不行就甭结了 不结 那你说要跟我结 你现在又说不跟我结 你违背军官的意志 就是破坏军婚 你现在要上军事法庭 你必须得被判刑 你全家都完蛋 今天又有同样的手段 骗这个女的 就是你先给我 一个身份证复印件 然后就说 你看你已婚 但你却给我一个 身份证复印件 使得我在单位犯了错误 犯了错误 现在就要花钱几十万 所以你得给我 连环套 就是连环套 就是她这些事 特别荒谬 如果那个女的 有一点常识 能听出来是不对的 这些女的没听出来 没听出来 你就去打听打听 你问问人家跟军人 到底怎么办手续结婚 也不去打听 那就是你不打听 你不认人 我就说您上个网 您随便上个百度 您上热索一个搜索网站 你只要问 手续怎么办 结婚手续怎么办 军人结婚手续怎么办 都有答案 为什么都不合时 还是女人在恋爱中 她就不愿意怀疑对方 她就愿意相信对方是真的 您说的这个 其实就是情感犯罪的核心点 他们所面对的 就是他们所犯的罪 是针对人类最脆弱 和美好的情感 大家愿意信任 而且她发誓赌揍 还有呢 就是你看她这个连环套 是这样 她先把你 把对你的感情 说得好好的 然后呢 说因为你做了不对的事情 引起你的内疚 然后她再点出来 我怎么可能是骗子呢 如果我骗子 我会怎样怎样 两个连环套一用 这个女人就运了 因为你给我打电话 我这个时间不能接电话 我就违反了单位的纪律 我就受了处分 现在受了处分 我就得花钱怎样怎样 然后这些女人 因为她是在恋爱中 她又愿意信任 她又会很容易内疚 就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